8月1号为原住民日 原住民委员会连同市府和机场捷运合作 打造出原住民彩绘列车 透过车厢浓烈的原住民图腾以及意象 来传递原住民的精神以及活力 列车将会随着机场捷运的路线 一直行驶到台北捷运淡水线 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8月1号原住民日 原委会与市府机场捷运 共同推出了原住民彩绘列车 请来了布农族的艺术家来描绘车厢 并把原住民的精神刻画在车厢的外头 借此让民众来认识原住民文化 这次我们特别用我们布农族的艺术家的彩绘 来做我们陶姐跟我们北捷的两个列车的彩绘 那这个艺术里面充满着我们布农族艺术家 他对原住民彩绘的这种想象 同时他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的整个旅客 更能看到原住民在艺术方面的这个表现 行驶的时间到8月底 路线的部分会随着机场捷运的路线 一直到台北淡水线都可以看到彩绘列车的踪迹 那我们预定在A17站跟原民会合作 有两个重要的计划 一个是原住民电视台要牵职到这边 另外一个是国家级的原住民文创中心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台湾的原住民很丰富 很多样的文创作品可以在这边展览 可以在这边点藏或者是贩卖 市长也同时宣布会将机场捷运A17站 发展成为原住民主题车站 以及打造相关的文创园区 让更多人认识到原住民的美 好友线新闻林瑞峰大渊产品报导